这小娘们,害降嘴,害降嘴 我宝贝说啥,你得听着 打你,你得挺着 这一巴掌,打毁的将是你整个人生 听我的妈呀,啥玩意儿啊 他说要毁了我的人生 我今天看看你是怎么毁了我的人生 我给我秘书,打个电话 秘书来找董事长借车 他想回一趟老家 董事长心想反正下午也没啥事 就把车借了出去 秘书拿到车后,先上车感受了一把 果然是豪车,他赶紧给兄弟打了电话 他一直想借一辆豪车 秘书通知他过来取 兄弟一听有豪车开,立马就赶了过来 借秘书开车上快活 他一把拉开车门,把秘书拽了下来 自己上去感受了一把 但他的反应可比秘书剧烈多了 拿到车后,男子又给女友打了电话 便开着豪车去接他了 女友看见男子开着这样一个豪车 正是心花弄放 不听夸赞的这车有多豪华 冷静下来后 两人正想启动驱兜一圈 可真是一辆共享单车撞了上来 而被撞的人正是董事长 看见他的车,董事长忍不住疑惑道 这不是我的车吗 进来 董事长,我想借一下车回一趟老家 好,那行,开上去吧 我能下午有啥事,能去提访这一圈 那行,谢谢董事长,那我先追忙了 哎呀,这是大骷髅子 哎呀,给我兄弟打个电话 中路往上啊 哈,这时候谁给我打电话 喂,兄弟 哎,兄弟,你不是想借好吃吗 来吧,走吧 真的吗 好,我马上去 哎呀 哎呦,这大骷髅啊 哦呦 你咋还嗨了,你怎么下来呀 咋样啊,兄弟 我大骷髅子给你办到了 上车体验一下 行啊,整的不错啊 吃样子呢 那车呢 我走两车 好 哎呦 行啊,都干了大骷髅了 这车 哎呦 那么炫乱 这都几点了 这都几点了 说我开车带玩呢 怎么还没来 走了啊,兄弟 慢点啊 这一天呢 哈喽 我天呐,这么大的车 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车,这也太好看了吧 咋样,宝贝 出去玩儿,必须有面儿 上车了 哎呦,妈呀,这大车真好 哎呦,这车真好 哎呦,这车真好 快走过,亲爱的 哎呦,这车真好 哎呦,是不是够用 快 这都赶大骷髮了 哎呦,这车我也太喜欢啊 哎呦,这车怎么有两个扭呢 这干嘛用呢,这两个扭啊 哼,这你不知道了吧 这也是四驱,不合适的切货 这个是堵车的时候 起飞不合适 哎呦,我天呐 这太高的了吧,这也得起飞的 走吧,老伴儿,跟哥小说点儿走一圈啊 哎呦,快走吧 快走吧,亲爱的 好的,走啦 来,宝贝,吃一个 哎呦,别闹,好好吃车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 哎 哎呦,别闹,别闹 瞎呀,这么大玩儿看不着吗 这 这不是我车吗 啥玩意儿,这是你车 你看完笑呢吗你 你个臭娘们儿,你啥车都敢撞 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就你这种人,这车你也就在电视上看过吧 不是,你们喊什么呀 明明是你们撞到我 你可别跟这磨叽了啊 你跟我车撞成这样 你赶紧给我赔钱 你好像弱智,你个老娘们儿 赔钱是吧 说吧,多少钱 这车给我撞成这样,没有十万块钱 你走不了了 十万是吧,行 等我打个电话 喂 喂,喂老板 你是不是把我车借给别人了 没,没有啊 没有 你确定 那,那我马上去找您了 好,记得把我包拿来 好的,董事长 你们,等几分钟 钱马上就到 行吧 那我就等你几分钟 一会儿钱要是不到 你看我弄死你 你个臭鸭 你老婆婆 喂,苏大 你现在在咋了 我现在着急用车 车 车撞了 什么 车撞了 鸡鱼场呢 你过来一趟吗 我现在就过去 我兄弟马上就到 不是,你这什么特别人啊 我告诉你 我兄弟来了以后 就不是死亡的事了 这里是二十万 就你这小妈 老,这辈子你都买不起这车 你这小娘们 太降嘴 太降嘴 我宝贝说啥 你得听着 打你,你得挺着 这一巴掌 打毁的将是你整个人生 听我的妈呀 啥玩意儿 他说要毁了我的人生 我今天看看你是怎么毁了我的人生 我给我秘书打个电话 哎呀 你没人接呀 我的妈 咋的呀 你秘书下地框了 信号不好啊 你往上四楼袋 不计便宜 还他妈挺能说 你相信是吧 好 我证明给你们看 啊 干什么玩意儿还要跑啊 你们不是让我证明这车是我的吗 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 哎 我心是正呢 哎我心是正呢 来来来来给我下来来来 下来来 好 您别太过分了 您别太过分了 过分能怎么的呀 赚点时间赔钱 听见吗 我在体育场 赶紧出现我面前 立刻 马上 行了 你可别装了 赶紧让你的人过来赔钱 我没时间在这陪你玩 我告诉你 今天这钱 你一分也得不到 哎 哎三哥前面好像是亮哥他们 是啊老弟好 怎么好放车 哎正好跟亮哥有合作要谈 我们下去看一下 行走吧 哎不对啊兄弟 穿白衣服那个好像不亲戚 是不是我那背的嫂子 咋的呀 下去会会他啊 亮哥怎么啦 呀 我这 您哪来了呀 这不他吗 这老娘们把我车给装了 还不赔钱 亮哥 我刚好入座 不看谁啊 这么独大眼 还抓你这车 这不哗哗吗 现在混成这样了 电动车都起了 你已经过得好吗 那还用说啊 春风得意啊 幸好当初给你结婚了 要不然啊 坐在电动车后边的啊 就得送出 真没想到 红亮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这样子 哎呀 现在离开我三个 怎么混这次了呢 告诉你啊 我老弟 马上接受原始维团的项目了 原始维团 知道吗 原始维团 行了 你跟他这种人说话 还能听得懂吗 亮哥 你说这事咋办 习惯 我兄弟就来了 今天没有二十万 他就走不了了 哎亮哥 以后就一个来了 比方我们还能合作的缺 放心嘛 小正 我兄弟在原始维团 那可是核心人物 那边有什么风飞草动 他第一时间就能知道 哎呀亮哥 那可太好了 以后这事成了 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 哎呀亮哥 这是嫂子吧 怎么那么漂亮的 身材怎么那么好呢 小正 哥找的能错了吗 你看他一脸都忘不像 就你们这种人 还想拿原始维团的项目 简直是在做梦 闭嘴 我让你说话了吗 那脸还真把自己当爷了 哎呀妈呀 这么多人 你创谁不 你把我董事长的车给创了 这样废了 没事吧兄弟 哎呀 臭娘们敢推我 送死我呢 没事我兄弟来了 你完了啊 干嘛呢你们 哎呀妈兄弟你可来了 你干什么你啊 他说咱们 打我干什么呀 对不起董事长 我来晚了 九一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兄弟啊 我真不知道 他是董事长啊 看我有什么 我赶紧给董事长道歉 哎呀董事长啊 我真真的不是人 你是董事长 真的大水 中了都没有 一家 不是人一家人啊 不是董事长啊 你看我们快要合作 不是啊 你就原谅我一不吧 你就原谅我一不 你说 你说 你把我的项目 给他们了 董事长 我 闭嘴 故意类聚 人已群 你这样呢 明天不用来上班 董事长 我知道错了 再给我一次记录吧 好啊 他在你跟了我 这么多年的份上 就从基层做起 谢谢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 董事长 你看你都原谅我兄弟了 也原谅我们一次吧 这个项目 我肯定能做好 是啊董事长 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我们一定把这个项目能做好 一定呢 还想要这个机会 你这样的人群 可以吗 还有 你记不记得 我刚才跟你说 你这一巴掌 将达给你几个人生 现在这个车 是我得了吧 是是是 以后做人别那么张狂 我的能力超出你的想象 还有 你没有一颗干净的心 你就别想做一个神圣的人 阿昌看回去 是 董事长 黄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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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黄黄是我的不对 你看能不能再提位自己的 没有可能 问你什么难 黄黄你就再提位自己的 你相信我 我一定能帮你照顾好 我说了 不可能 为什么呀 想知道为什么呀 因为 你是个大胆 你都是什么 我说的 我说了 我说了 你怎么做 没问题 我说了 我说了 你怎么做